朱婷能够在亚运会提前回归吗 袁新月说了一番真心话 蔡斌下定狠心 球迷鼓掌支持 大家好 我是直言 欢迎来到本期的直言聊球 这一期视频呢 直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女排 聊聊咱们中国女排在后续亚运会比赛开打以前 那么球队的核心朱婷 能不能够提前回到球队的这样一个最新的消息 可以说这一次也是伴随着中国女排的队长袁新月 她的一番摊牌 让球迷能够去看到其中答案 同时呢也证明蔡斌教练下定狠心 一定要给中国女排带来更多助力 接下来呢咱们就言归正传 一起和大家聊聊中国女排 聊聊球队最新的一个消息 那么首先我们都知道 咱们中国女排在近期的比赛当中 是打出了非常亮眼的表现 在此前的世界联赛里 中国女排我们是拿到了赛事的亚军 那么这样的一个成绩 也是让中国队突破历史 在世界联赛再攀高峰 而能够从去年的世界联赛第六名 到今年的亚军队伍 也就证明了中国女排绝对的成长 在蔡斌教练带队一年以来 给咱们中国女排注入到了更多的活力 让我们的队员们能够长足进步 让中国女排重见了曙光 而我们也看到当中国女排能够凯旋而归 那么也是获得了很多球迷的支持 当中国女排回到宁波的过程当中 很多球迷都是主动去接机 大大小小的球迷拉在横幅 对吧 都是去欢迎中国女排回家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 也就证明 中国女排的表现 真的是获得了球迷的认可 让咱们球迷去祝福中国女排 但与此同时咱们也都清楚啊 目前呢虽然说世界联赛结束了 但是中国女排今年的任务和比赛 还是比较紧 因为在今年的9月份 咱们中国女排将会迎来两项关键赛事 一个呢是奥运会资格赛 另外一个就是杭州驾运会 这两项比赛 中国女排都必须去争夺好的成绩 奥运资格赛 我们要第一时间出现 杭州驾运会 咱们更是要拿到赛事的冠军 所以说对于比赛 那么咱们中国女排也会更加的重视 在回国以后中国女排马上就要再度开启集训 那么这对于姑娘们来说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 而与此同时 当中国女排在本次赛事打出好的表现 当我们面对后续更多比赛的时候 更多球迷呢也都是希望 中国女排能够迎来核心的回归 包括朱婷啊张尚宁 这些球员如果能够回到球队 那么将会让中国女排更加上升一个档次 对吧 那么具体朱婷张尚宁能不能够在亚运会之前回归呢 实际上在不久之前 咱们中国女排的队长袁新月 他是给出了个人的一个态度 那么也是表达了中国女排目前我们备战的一个方向 那么就在不久之前 袁新月是接受了媒体相关的采访 而媒体在提问袁新月的时候呢 表示咱们朱元璋的组合在此前是非常强力 想问一问袁新月 后续朱元璋的组合能否再现中国女排的比赛现场 那么袁新月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他表示啊 咱们还是要立足于当下 那么也希望球迷能够在后续一直去支持中国女排 所以说通过袁新月这样一个表态也就证明啊 中国女排目前并没有去考虑朱婷和张尚宁 他们能不能够去回到球队 而是更多主力于咱们目前球队自身 那么也是希望现有的这些队员 能够先从自身去出发 能够更好地去挖掘自己的潜力 把责任担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说这也是蔡斌教练给球队所灌输的一种想法 那么与此同时也就证明啊 朱婷他在亚运会提前回到中国女排 可能也是再度成为了一场空啊 所以说那么咱们中国女排方面 蔡斌教练也需要给队员们去灌输更多责任理念 让我们的队员们在场上能够更多立足于自我 这样的话中国女排才能够做足准备 才能够面对赛事更加从容不迫 最后我们也是期待着中国女排 能够在之后的比赛里打出更好的表现 咱们也是一起祝福中国队